原来除了神级武魂之外 还有一个武魂品质超过了唐三的浩天锤 众所周知斗罗中武魂种类繁多 但真正被称为顶级武魂的就那么几种 其中有我们熟悉的六一天使 七宝琉璃塔 浩天锤 七杀剑等等 其中浩天锤更是被誉为天下第一气武魂 是让全大陆都为之色变的存在 不过浩天锤的威名很大程度来自唐城的威慑 毕竟他凭一己之力把浩天东提升到天下第一东门的位置 自身更是达到九十九级爵士斗罗层次 因此浩天锤自然而然的威名赫鲁 但单论品质的话 浩天锤要略属于六一天使和海神这些神级武魂 并且还有一种武魂的品质也是不属于浩天锤的 那就是马红俊的石手火凤凰武魂 不过小伙伴们都知道 胖子武魂最开始是邪火凤凰 属于便衣武魂 并且充满弊端 使得胖子时时刻刻都要忍受邪火的侵害 还好遇到了唐三这个贵人 才使得马红俊武魂能够一路进化 实力提升的同时 胖子的长相也是发生了蜕变 从一个油腻的胖子一下变成了质底帅哥 并且因此俘获了白沉香的心 开启了人生赢家之路 最终马红俊成功继承二级凤凰神位 武魂也进化为尸首凤凰 是真正的神级武魂 也唯有波赛西的海神武魂 与千道流的天使武魂可屁门 但让人惋惜的是 以马红俊凤凰武魂的潜力 如果他前妻努力一点 是有机会继承一级神位火神的 那样的话就能带爱人白沉香上神剑 不至于这两人天人永隔 最终留下遗憾